本节目由新美式旗舰凯迪拉克CT6荣誉呈现 世界如此喧嚣真像何其稀少 大家好我是常常被出去旅行的吴老师遗忘在家的八九林 吴老师坐船吃完企鹅了 山中吴老虎猴子称大王 不对应该是鼠中吴大将了化作先锋 好像又不对算了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嘛 我已经记不起上一次主持大局是什么时候了 收到吴老师从遥远而神秘的南极发来的视频以后 我早就等不及和我的粉丝们 是吴老师的粉丝们一起分享啦 请注意以下视频均有手机拍摄 如有不稳纯属手冷 因为那真的是渠暖只能靠抖的地方 欢迎来到南极大陆 我们这一次的节目是走出了摄影棚 然后要去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 我认为是这个地球最神秘的地方 叫做南极 我们要去南极 我现在录像的地方呢 是庞洛邮轮新辉号的船长室 是不是非常酷 大家看后面正在倒航 我们现在要去的那个前方 就是伟大的南极 那么在2015年9月份的时候呢 我在吴小波频道里面 曾经发过一篇文章 说16年1月份 在德迈国际的安排下 我们要去南极 那我希望能够有带30个 我们频道的税友一起去 在两天的时间里面呢 就有30个朋友来愿意 和我们一起去 所以现在在这个船上面 有吴小波频道的30个鹅友 另外还有100多个人 我们包下了这艘船 这应该是现在去南极 全球最好的一艘游轮 2015年秋季 才刚刚开始使用的 我们要去的是这个地方 最最神秘的地方 然后八九令途 对不起了 因为船票实在太贵了 所以只能够把你留在杭州 乖乖地剪这个片子 如果你在2016年 能够调侃吴小波老 调侃得非常好的话 我下半年可以带你去北极 我可是听见 你在百万粉丝面前 为我许下诺言了 以后的事以后说吧 先给我们好好看看南极 我为大家介绍一个朋友 我旁边的林建训林先生 他是你知道吗 是中国人里面来南极 应该是最多的一个人 他来过十次南极 除了那些高学的探险队员以外 对 做游客来说 对非专业人来讲 他是中国人里面最多的 那另外一个肯定是最多的 他是每年带中国游客到南极来最多的人 也应该是全世界吧 对应该没有确定土地数字 但我估计我应该是全世界 他说的这是他说的 他是全世界带南极来最多的人 因为每年南极大陆 只对全世界游客开放 是不允许超过三万人 那么中国的游客不断地在增加 对对 我们请监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请教育 你来了南极那么多次了 我来了十次了 你对南极大陆的观感 你过我们就好 第一次来南极呢 我想我的心情 可能跟您现在是一样的 好奇 因为这个地方 通常意义来讲是遥远 冷酷 黑白的世界 然后你无论如何 用什么样的方式下了一个决心 你就来了 来了以后呢 你心里是有忐忑的 你对未知的东西 既好奇又担心 我当时确认有一个想法 我也不清楚 我是不是能够回去 是吧 是会有这种感觉 因为到处可能都有危险 因为你不确定嘛 但是第一次来之后 你就被这喊了 因为风光实在太美了 而且是在第一次旅行过程中呢 跟很多人已经开始做交流 他们为什么来这里 不来这里 他们什么样的感受 也让我特别感动 因为我第一次来 也遇到了一个坐轮椅的 一个法国人 当时就把我惊到 我觉得我好渺小 我当时想了那么多 但是连着是坐轮椅来的 现在我在来呢 可能后面的因素对我来讲 就更加重要了 就是跟很多人交流 吴老师这次来 我应该来讲 是我感到最最荣幸的 这是一个学习的 确实学到很多 您讲的课程啊 让我受教非常深 但是也是跟其他团队 也有很多交流 我觉得这是我在来 在这样美丽的 这样的一个比较 很偏远的一个地方 让你静下心来 感受这个世界 感受你与外界的联系 与你同伴之间的联系 这是我现在到南极来的感受 所以第一次跟第十次 差别是相当大 我们这一次也有一个人 做了轮椅 对 这是一个轮椅到南极的 中国人 我的团队应该是第二位 第二位 今天有一位 对 他听说前面有一位 所以他下定决心 好勇敢 对非常勇敢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往往都具有莫大的勇气 看来我这小短腿 也不怕爬雪山了 那我再请教第二个问题 就是 中国的这些游客 欧美游客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一个对付 有的 其实 很明显的看 我们在船上 当跟老外在一起的时候 或者我遇到很多老外在南北极呢 他们都比较年转 大部分是白头发 或者银发 平均年龄至少在六十多岁 六十多岁 我见过的最老的一位呢 是一个英国人九十多岁 应该九十岁多 让我非常的惊讶 因为我感觉他走路已经走不稳了 像企鹅一样 对 像企鹅一样 对 然后他们的精神呢 都非常好 也让人特别的感动 因为他们坚持做了每一次登陆 每一次的巡航 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讲 我见到的大部分是 咱们俩相似的年纪 四十多岁 最年富力强的时候 也就是在船上一对比 就可以觉得至少差一代人 一代人 中国人会年轻 特别年轻 而且非常活跃 好奇心方面有什么区别吗 这方面特别 就特别有差别 比年龄更有差别 我们传来一个湖南的 有个朋友见到我 就问我第一个问题说 起而不过做成火锅好不好吃呢 我觉得就太一个拒绝他的南极了 但是呢 这些少部分人 大部分人来以后 对 还是被整个眼前的景象所震探了 性趣点有什么区别呢 分别来看 中国人的性趣点特别的广泛 老外呢 可能来南极 有人也喜欢安静读读书 也在做交流 上海也是安部就班的 按照开船队的要求去走路啊 他们也会拍照 但是拍照片还少 那中国人是什么样子 几乎对所有的点都感兴趣 他会问所有的有兴趣的问题 然后就刚才您说了 起鹅好不好吃 当时开玩笑 但他们也会还好奇 那起鹅到底是不是一种鹅 很多人惊讶 起鹅惊讶是一种鸟 不是鹅 对 因为之前没有做到这个功课 拿点知识啊 终于做了 起鹅不是鹅 起鹅老师也刚刚知道 一直以为它是鹅 我咋就知道 起鹅是不会飞的鸟 中国人呢 就会对这些生物特感兴趣 另外海豹啊 古今啊 包括这些维谷的过程啊 他们就觉得 离来原来这世界太晚了 当然南京也是 没有更暖的一个地方 所以他们对这些东西呢 就 就特别好奇 那老外呢 他们会对这些东西呢 会觉得 因为他在书上阅读 还有 中国人 还有一个对所有的活动 非常集结的参与 绝不放过任何一次活动 去登山 去在雪地上玩 去拍照 然后就包括贼欧 去捕这些小企鹅 可能老外还在那看 在那祈祷 哎呀 希望小企鹅 不要被贼欧捕食了 但中国人拿去相机 咔咔咔咔咔 全程全部做记录 回去慢慢欣赏 跟别人交流 因为好奇心 年轻 充满着 对未知的这种渴望 我在来之前 你们德迈发给我的 那个注意事件里面 有一条说 你到了南极以后 除了照片和记忆 不允许带走南极的任何的 一个东西 从一块石照开始 到这个图 南极呢 我们有一种开玩笑的说话 南极我们被称为 称为它企鹅不和国 也就是企鹅是这个世界的主人 这一部分世界的主人 那么每一个 我们的行为 其实都不要去干扰主人 特随主殿 那么石头呢 很微小的东西 但它属于企鹅的 它磊要用 它生存的必须的物品 那另外呢 包括我们能见到了一些 过去的历史的遗迹 那么这些呢 是为我们游客自己着想 因为我们留下它 让后面的人来认知 来学习南极的时候呢 也能看到我们所看到 如果现在的每一个人 把东西带走 那南极就在变化 我们就又变成侵略者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 每一个游客能恪守这一点 不要带走任何东西 除了我们的记忆 还有我们拍牙的照片 这种人做得到吗 我相信我们都做到了 因为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的游客素质都很高 另一方面我们不断地提醒 第三个 派遣队确实也在监控 因为有的人会 突然之间忘记这个事 他会觉得 哎呀我来到南极 要拿换石头回去 对吧 这是一个到此游的记录 但是一经提醒 我相信大部分都没有问题 都能理解 南极大陆的面积非常大 它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1.5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土那么大的一个面积 然后这个面积上 有我们地球 百分之九十的土兵 如果土在兵 全部融化的话 你们知道吗 地球的海平面 将提高61米 也就是说 这个地球上百分之七十的国家 将会成为一天的汪洋大海 所以你知道它多么的厉害 但是这么一个大的面积的南极 其实人类对它的了解 非常非常的少 在很长的时间 我们不知道有南极大陆 在那个地方存在 大概在2300年前的时候 希腊有一个雅典 雅典有一个哲学家 叫做亚历斯多德 他的那个时代 大概是中国孟子 活的那个时代 他在他的著作中 曾经猜想过 说地球啊 这么一个地方 它应该在北面和南面 有两个极点 然后呢 北面他猜想 应该是一片的海洋 然后呢 因为大陆大部分 是在北半球的存在 所以他认为说 很可能南面的那块地方 是一个大陆 2300年前 那个死老头 居然被他猜对了 北面是北北洋 南面居然就是个南极大陆 但是2300年前的这个猜想 在后来的2000年里面 一直没有找到 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一直到1840年的时候 有一个美国人 叫威尔克斯 他做了一艘翻船 从南美往下走 终于到达了 南极大陆的一个列岛群 在那个时候 人类第一次 在1840年发现了南极大陆 各位 1840年什么时候呢 英国的铁路已经开通了 我们已经有了照相机了 三句轻案已经出现了 电报电话出现了 鸦片战争要爆发了 这个时候 人类才发现 哇 有那么大的一个地方 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一个南极 然后南极非常的寒冷 零下平均有零下25度左右 所以是一个天寒地冻的地方 很长时间里面 它是不对一般的游客开放的 那么1840年以后 人类开始进入南极 我们进入南极的姿态 是一个侵略者的姿态进入的 当时是英国人和挪威人 他们开着普京船 穿越一条海峡 就是我们现在在走的 这个德雷克海峡 就是魔鬼海峡 这是地球上一个 非常凶险的海峡 英国人和挪威人 穿过这些海峡 到了南极 然后去干嘛呢 去菩萨金屋 我们接下来会到一个岛屿 叫做欺骗岛 那个岛屿是当时 大家听到声音 是一个岛屿的声音 我们接着要去的一个岛 叫欺骗岛 那个岛就是当时 英国人挪威人 普京船最为聚集的 一个大朋友 1910年的时候 当时英国人和挪威人 开始进行的一次竞赛 就是谁能够第一个 到达那个南极点 当时英国一个海军军官 叫做Scott 他组织了一支 叫Scott探险队 那挪威人的一个人 叫做Amazon Amazon组织了 Amazon探险队 微信搜索吴小波频道 或者扫描视频上方二维码 马上加入大本营 他们都是在1910年的秋季的时候 从各国家出发 开始竞赛说 谁能够第一个到达南极点 那么当时Scott探险队呢 他们用的那个拉雪 敲的那个动物 是一种经过极寒训练的埃州马 Amazon呢 用的是谁呢 用的是从北极钓过来的 艾斯基摩犬 艾斯基摩的犬 那么八九龄同学 你猜一下 是马厉害 还是狗厉害 都说疯马牛不想挤 疯了的马 连牛都不敢跟它挤 更别说体型那么小的狗了 最终啊 会发觉说 还是艾斯基摩的那个犬 那个狗比较厉害 所以 Amazon是在1910年的12月14号 那一天到达了南极点 这个是人类第一次到达南极点 所以你这么算来 人类到达南极点的时间 也就是100年刚刚出头 那么 克斯特呢 是在1911年的1月份 到达南极点 但是非常可惜 他在反途的路中 遭到了暴风雪 所以他那个探险 最终是全军覆没 冻死在了南极的一个营地里面 那么他在去世之前 不断地在写日记 在写日记 后来十多年后 人们发现了他的那个日记本 我给大家念一段 克斯特在最终去世前 用他那个要冻僵的手 然后呢 有个蜡烛 蜡烛里面是几根帆线 穿着一个蜡烛火 然后写完 写完这段话以后 他的手就冻僵掉了 那个蜡烛就熄灭了 这是他留给人类的最后一段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们这么做是冒险的 我们深知这点 运气没有在我们这边 这都是天意 我们没什么可抱怨的 只能努力到最后一刻 如果我们得以幸存 我将向世人讲述我的同伴的毅力 进取和勇气 并将以此激励每一个英国人 我们的遗骸和这些潦草的变条 也将一定会讲述我们的故事 而且我们富强的祖国会证明 一定会证明 那些支持着我们的人的信心 没有被辜负 在几年后 人们发现了斯科特的遗体 和他的那些遗书 那这些遗书传回到英国以后 激历了整整的一代的英国人 英国人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斯科特他的精神 他那种面对艰险和苦难 不去劳为祖国争取荣誉的这个精神 成为了英国的一种民族精神 所以很多英国将士在出征的时候 他的兄弟们都藏了斯科特的照片 那么英国到今天为止 英国人的小学中学课本中 都有斯科特的故事和他的事迹 他是一个牺牲者 但他是一个美大的牺牲者 那么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 随着人类到达了南极点以后 那么人类对南极的了解越来越多 接着就有很多很多的传言 比如说有人说 在南极的大陆架里面发现了天然气 有人说南极大陆架下面的石油的储量 是全世界最高的 所以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列国纷纷进入到南极大陆 宣布这块领土是他的 那块领土是他的 开始分刮这个地球上最后一块 沉浸的土地 所以到了1961年的时候 为了制止这个人类对南极的破坏的一个景象 我们各个国家呢在一起签订了一个公约 这个公约叫做南极公约 我认为这大概是人类最近一百年 进入公约明明以后 最最重要最具有文明性的一个公约 这个公约规定说 第一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 在这块土地上进行商业和军事的行为开发 第二个所有的国家放弃对南极大陆领土的诉求 就是它属于全人类 那么也就是从1960年代以后 南极有一个被人类侵略和普杀和冒险的这么一个地方 变成了一个科学研究和旅行有关的一个和平的一个大陆 嗨 大家好 我是场外导游小爸 吴老师搭乘的跑路游轮新会号走走停停 终于进入了南极大陆 这里有美丽的冰川 有走路会被自己绊倒的企鹅宝宝 哎呀 吴小波老师带着频道的鹅友一起来了 我先腻了 频道主播 大家好 我这次摆脱八九龙的冰川 我们一起来到了南极大陆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叫做七片岛 大家看背后的这个很大 它其实是一个火山口 在一半年级之后 有一个巨大的火山 这个发生新冲的冰川 我们现在在地球上 一个火山口能够开着船进去的地方 探险队员告诉我们说有三个 一个在北极 一个在希腊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七片岛 那么这个地方 它在南极大陆上是非常的奇特 它是两个大陆板块交集的地方 所以这一带地貌和它的含律 情况也非常特别 所以造成这个地方是整个南极大陆地区 林虾最多的一个地方 那大家知道林虾是整个南极大陆 所有动物的食物链最底层的一块 所以因为林虾很多 所以这里也是南极大陆地区 鲸鱼最多的地方 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 欧洲人来到了这个地方 他们发现了南极大陆 所以当时英国人和挪威人 他们就跑到这里 他们穿越那条魔鬼海峡 德里克海峡 来到这个地方 就开始了一个普京的工作 大家看到下面的那个海湾 在当年叫做普京人海湾 一百多年前这个地方啊 有很多很多的普京台 这里是南极大陆英国人和挪威人 几家大型普京公司的最重要的一个据点 所以有很多的普京船 他们在这里谱什么呢 谱长须筋 短须筋 坐头筋 蓝筋 等等等等 所以一百多年前 这个海湾上还有很多的普京船 另外一方面呢 海湾上面躺满了被捕掠上来的鲸鱼 鲸鱼拿来干什么用呢 主要是榨取精油 精油是很多化工产品和化妆品的一个原材料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豪贵的原料 在1909年的时候 一条并不太大的一条短须筋 它所榨取的精油 可以得到运回欧洲大陆的话 可以换取六千美金这样的一个价格 六千美金在一百多年前 可以在纽约买一栋很好的别墅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暴力的行业 所以这里就充满了一些叹默 刚才有一个法国的探险队员跟我讲说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静默一段时间 静静的听南极的风从你耳边推过 你仍然能够听到一百多年前金鱼 那些被猎杀的金鱼的声音 所以这里是人类自发现南极以后 第一个找到的经济的一个开发地 是人类在南极 发现了可以来冒险来获得生意的一个地方 也是人类和这片宁静的大地 在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是一种如此血腥的方式开始的 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的就是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宁静的海滩 到达南极大陆后 俄友们纷纷换成了小皮艇 近距离地观察南极海面上的冰川风光 在皮艇上 吴老师采访了同行的陆地生态学家姚雪飞 以达到让我们长姿势的终极目标 这里有很多的冰山和这样的场景 给大家我们介绍一下 嗯 好的 好 我们现在在天堂湾 然后呢我们后面这个大部分的 这个大块冰山是峡谷冰川 然后呢就是那个雪落到山河山之间的峡谷形成了 然后慢慢的往前推进滑进了海里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边边上呢 就是这个滑进海里之后 它大块大块的冰掉下来 可是冰和雪不应该是白色的吗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冰川都是蓝色的 你把水杯里插一个筷子看上去它像断了 它就是进入之后会折射 然后进入冰也是一样的 它会发生折射的现象 光进入冰发生折射 对 它本来一束光这么过来 好 这是水和空气或者是冰和空气的交界面 它进去之后就偏了 对吧 对 光线偏了 光线就偏了 就发生了转折 那个光里面是赤橙红绿青蓝紫 它每一种光折射的时候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你明白吗 就是有一些光折射的角度大 有一些光折射的角度小 然后它再从冰的另外一面穿出去的时候 然后就是比如说红光你就看不见了 然后最容易被你的眼睛捕捉到的 看到的是蓝光 就是蓝光 就是蓝光 对 哦 这样呢 嗯 听懂了 就是蓝光 那就是有太阳没太阳没有关系 但没有太阳还是蓝 只要你能看电 对 只要是你能看电 但是你跟你的眼睛有关 跟这个光线有关 我听说就是在科学界关于温室效应 对全球气候的影响有两种意义 我认为是没有影响 因为是有影响 嗯 从你的观察角度你认为是什么 嗯 其实来说主流的科学家 或者说大部分科学家 或者说正常的科学家 对温室效应 这件事情是没有意义 这都是有 就一定是人类的 人类活动造成的氨氧化碳的排放 对地球造成了这个温室效应造成了变暖的这个效果 是确定的 科学已厌已震的 然后呢那是 为什么你会觉得听到两种说法 是因为有一批科学家 会认为我们在地质年代上 地球在进行进入下一个冰河世纪 进入下一个冰期 新的冰河世纪 对对对下一个冰期 可是这个新的冰河世纪 地球进入这个冰河世纪的速度 是以十万百万千万年的这个长度 很慢很慢的在进入这个冰河世纪 但是人类活动造成的碳排放造成这个温度升高 确实几十年一百年就已经看出来了好多度 就很快的这样一个几度十几度的这样一个快速升高 你认为就是人类破坏影响力 其实赶不上这个冰河世纪所带来的可能性 对的是的 然后你也不好说是破坏 但是对人类对自然界的产生的这个巨大的影响的速度 变化实在是太快了 这个会造成人类自己的经济体系很难承受这个后果 雪薇我正问你一个问题就是 我知道南极公约以后 各国对南极的保护都加大了 那中国现在的南极有四个工作站 是不是 那么就中国的科学家和别的国家的科学相比 我们在哪些方面的工作有我们自己的特点 嗯 嗯 中国啊 我知道泰山站的那个气象类的研究做的蛮先进的 然后呢 还有就是 中国这几个站一直在持续的在南极大陆做这个冰心 就是往下转很深很深的一个在冰盖上转很深的一个冰心 就是一个柱子一个冰柱 干嘛呢 因为上面就会有之前几千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年的这个冰啊 然后你通过测它上面的一些比如说碳13或者说其他一些元素含量啊 就可以可以获知很多很多年前一些地质年代的信息 美国人在干嘛呢 嗯 其实都做的差不多了 大家 哈哈哈 大家做的事情都很 差不多 都很类似 有国家在这碳石油吗 呃 这个我还不是很清楚 我知道的话大部分的这个南极站并没有在做这件事情 但是是不是有一些商业的相关的在做是有可能的 大部分是有人有可能有可能在这碳石油 呃 就没有公开说 那就是有 就是不知道 就是不确定 对 因为南极现在按照他现在这个运作方式 呃 以后也不会进行石油开采的 或者说有人想要 有人盯上了这里的自然资源 嗯 因为你只要是一片自然只要它的资源好 永远会有人盯上它 然后呢 但是 其他这些 大家 携起手来 说好了 我们要保护这里的人 会努力的反对它 南极大陆的旅程 南极又回到了乌斯淮亚 重新回到了人间 回到了这个地球上最南端的城市 那么我在南极呢 呃 买了一些明星片 这些明星片 要寄给乌小波频道里面 二十个中奖的书友 我现在要寄给大家 如果你问我回到了乌斯淮亚 回到了人间对南极有什么印象 我在想说南极看到的很多风景 呃 大概是这个地球上唯一有的那些冰山雪景 它除了在南极出现以外 另外一个可能出现的地方 大概就是我们的梦境 会在梦境中出现 那么在南极 其实我看到了一段人类和大自然 从发现到掠夺到竞争 再到和谐共处 这样的一个非常美妙的过程 我们的中文的成语里面 有一个词叫做人定胜天 说人一定能够战胜这个大自然 人类来到地球上就是为了征服自然 和征服另外的一些族群 其实你到南极以后 你会发觉说 这可能都是我们的一种 一种非常狂妄的想法 人面对南极面对大自然 我想到那个场景的时候 你会发觉说和谐可能是更重要的 敬畏可能是更重要的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 2000年前的一个伟人曾经说 他到了一个新的被征服的土地上的时候 他说我来了我看到我征服 但是如果他在2000年后 有机会和我们一起到南极的话 我想他应该会说 我来了我看到我走 虞果道 大自然是善良的慈母 也是冷酷的屠夫 我们如何对他 他就如何对我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